小李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李相亲 今天来相亲的这位大姐可不一般 她是第二次来我们这节目相亲了 要说大姐最厉害的地方 那就是有着像年轻人一样的冲劲 都说青春无畏 大姐年纪越大越无畏 她一直想搞养殖事业 年轻的时候一直为此兢兢业业 对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从未耸泄 上次来这相亲就是因为李大哥 没有跟她达成一致的境界 所以才挥手高了别 说到这儿呢 咱们节目的铁粉 肯定知道她是谁了吧 她就是68岁的杨大姐 自从上次相亲失败 杨大姐就天天的守在电视机前 每天都在看我们的节目 就想坚持不懈的寻找到 自己心中最理想的另一半 这不吗 前两天又打来电话了 说看中节目当中的一位王大哥了 这位王大哥呢 在之前相亲的时候呢 女方因为她的家里环境太乱 被拒绝了 而这次杨大姐呢 就为了见她 据说呀 连一心期待的养殖事业都不搞了 说到这儿呢 我就好奇了 这王大哥究竟有多大的魅力啊 竟然让女强人都动了心 咱们赶紧去看看吧 兴工厂退养工人 现居长春 丧偶九年 有86平米住房 我找老伴找咋样呢 这不是用您的要求吗 你给我打完电话 我一刻都不敢带吗 今天这不就过来了吗 又有一个喜欢的叔叔了 你是王欣雅 咱们台博的吗 完了我第二天博的给你打电话 杨云平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人 正是他之前在节目中看中的王欣雅 王欣雅上次相亲 因为女方对他家里的卫生条件不满意 而导致失败 但杨云平看了节目之后 却对王欣雅情有独钟 他看中了王欣雅的啥呢 我喜欢他啥的 他一辈子没混 啰嗦少 家里乱 家里埋态没人熟着 他本身可能也没养成一种习惯 那您不在意他这个家里边这个情况 跟咱没关系 他那会可以所上我车来住 一样吧 这得在也是归了 知道吧 到我手里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事 他也能相中转 相中转了 你看咱给他改变改变他的世界观 改变改变他生活条件 是不是 啰嗦少 不喜欢说这些事那些事 你要说是为啥我不愿找退休的折纳呢 我就想问儿女啊折纳啊来了 你招待好了行 招待不好了你扔个脸子 影响俩人的关系 可以自由地过二人世界吧 对对对就像这么事 我看他到底乐得到什么呀 挺好奇 为什么单身一辈子 现在在家找老伴 我也在寝思这个问题 但是人一生吧 都是坎坎坷坷 没有说一帆风策 也不是那么平平坎坷 对于王兴亚67岁 一直未婚的这件事 杨云平虽然好奇 但却也表示理解 他觉得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没有必要非要揪着一个事不放 就像他自己 因为喜欢养猪养牛 所以之前一直想找个农村的老伴 但是既然不能实现 也没有必要非得坚持 找农村我就得搞养殖 王叔叔他家也在失联 但他条件吧 挺符合我现在想 要是老王头成了 那我俩就是我俩钱 搁一块儿 出了车就留 那您的养殖事业的梦想呢 大实在说 那您自想过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呢 自由自在 他一米六二五 我还一米六三 我还比他高大 身高问题您也不在意 不在意 找老伴不像年轻 找对象啊 各方面条件 这就是一个互相 就是说大多数问题 没有什么特 就可以 行 他就过来 闹了 不行了 行 阿姨 六楼 定楼 喂 叔叔啊 来了 喂 您好 王叔叔您好 您好 相亲对象 王兴亚 长春世人 年龄67岁 身高一米六二 未婚 汽车厂退休 退休近三千元 有一两室合住房产 自己居住一室 两家用的 这边是我家 这边是我们邻居对门 叔叔您这平时自己做饭呀 那我自己做饭 都吃点什么呀 平时 这也没有什么菜呀 平时都吃点什么 一般这个主食 这就是那小包米茶的 也就是包米面粗的 这个做的时候方便 在吃这方面吧 我一般就不关注 就是赶紧洗了糊涂吃完了 完了就该干点啥 干点啥 大多干点啥呀 干点啥主要就是那个 现在我想那个 开一个公司 完了我就那个出去去招人去 找一些那个验试的 或者直接验试的 间接验试的 然后就宣传 刚好大家过来 加入我的公司 哪方面的公司啊 这个呢 一个是刚才轨道车这方面 另外呢就是我研究成果吧 有很多项 在那个二十来年前吧 我就研究到那个三十三项了 现在还多 叔叔您这平时住哪儿啊 平时就住在这块 这是这是您的床啊 是 这床上边有衣服 您住着能舒服吗 我这玩意的 你习惯了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营业执照 这上面写的是 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王新雅 轨道车研究中心 2018年8月30日 这个就是我办这个 就是您的指导 不是就是那个储 您搞这个 多长时间了呀 哎呀 就是从来我这个想法 那都是 那个知情下降的时候 那就是二十多岁 到现在应该说那啥 都那个 大约那种五十年了 那您有什么成果了吗 没有成果 这个太大 这个太大 谈到了自己的理想 王兴亚便滔滔不绝 听他的描述 似乎也为此付出了很多行动 那么在早年间 王兴亚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前厂退休的 那天就是停心留止 王兴亚就为啥 我一看这又展示个人的机会了 完了我就下海惊赏 你能做什么生意了 一开始比如说什么板筋了 变焊了 我干修理了 还有无线电了 王兴亚还研究水利 王兴亚还搞发明那什么的 您这么多 是啊 是啊 我想起啥吧 我就整啥 想起啥就整啥 那刚才我在您屋 咱们也 我也没看到您有什么 那个就是发明出来的东西啊 是 那什么 现在吧 那我的那些那个那机家的那些东西吧 那些设备 那也都那啥了 都 这讲话都转星移已经都都那个变化了 有的是卖了 有的是吧 在屋里转了一圈 没有看到王兴亚发明的东西 红娘却再一次感受到了乱的下不去角是啥样 王兴亚说自己一个男人确实不会收拾我 再加上心思都在事业上也不在意这些 但是随着年纪增长 他也意识到不能在一个日子这么过下去 年轻的时候吧 我的那个下海经商 当时也那啥也 那个别人也给我介绍过很多 当时我就是烟茶养醋的 就把这机会就错过去 也没成功 哎呀那那当时那是相信老多次 我好几十次都能有 好几十次啊 几十次啊 三十次吧 三十次我 有不想中我的 有我不想中人家的 反正他也有出了一段时间 反正这 玩得忙于生意 在忙于生意 玩得再有很多事啥的 就把这 就把事就插过去了 叔叔是这样的 就是有位阿姨在电视上 看到了您的那期节目 然后表示吧 对您挺有好感的 所以说我先到您这儿来 先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 这位阿姨呢 今年是跟您差不多年纪 六十八岁 看看您同不同意见面 如果同意的话 我就可以带着您去见一下阿姨 您觉得怎么样 同意见面 同意见面 这个就是阿姨的那个小区 紧张了 叔叔 有点紧张 没事 你就正常 跟阿姨聊天 叔叔 阿姨 老婆叔 我来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杨云萍阿姨 这个是王欣雅叔叔 就说了 对吧 还行 这儿阿姨 大瘦 但是说呢 故乡那有个瘦子 老了一半还可以 挺好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也挺有气质 说话视频挺红亮的 叔叔脸咋要红了呢 好 哈哈哈哈 打得还有点不好意思啊 哈哈哈哈 单身贵族一位子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单身但还没贵族 哈哈哈哈 是吗 哎呀 屁股这么大 哈哈哈哈 跟你 你怎么样 屁股那条件 那那墙走了 一个天上一个地去了 啊 不能让我说 我牵的时候走一圈 哈哈哈哈哈哈 喂 我平常睡觉就在正乎 哦 这是我睡觉的 嗯 老事儿的床就是在工厂 师父啊 嗯 在我老外人的床 嗯 你啥子 我能算还有一个瓦子 这边就是亭了 叔叔 那就是瓦子 嗯 嗯 阿姨 你特别能储备吃的 你看阿姨的大冰箱 想吃吧 你先坐 都管他 哈哈哈哈 看咋在里头 啥子有 哎呦 这食材满满的呀 啥子有 阿姨 您不是最爱吃肉吗 哎呦 吃也是 有我包米 雪糕没吃啊 老冰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样啊 叔叔 多的挑战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比我想象的 也要强多少倍了 那没法比 我呢 他这是填上 我呢 就是地下了 感觉上是太好了 出门还背 双肩兜啊 嗯 这里边是啥呀 叔叔 嗯 随身在营业指教 万一要遇到生意啥的 叔叔 遇到有投掷上 啊 对啊 对 对 完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 就做下去了啊 嗯 这不就有业务了吗 嗯 我这是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域 王兴亚轨道车研究东西 什么地铁啊 高铁啊火车啊 吃宣服啊 这都在内了 没想到 王兴亚给杨云平带来的第一个惊喜 是随身携带的营业执照 但是这些研究项目 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 面对沉浸在自己的创业梦想中的王兴亚 杨云平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你这科研项目搞了50年搞出几项啊 搞现在搞出挺多 他没落地就没落实 那能行 对 你让他借钱呢 没人给你搞投资人打研究 这我研究一套方法的 就是从小做到 能实现的 就是在路上嘛 我去我那啥呢 成立一个公司的 我的那这 做 把我这些想法 我的这些发明 这些想法都让他实现 先干个小的项目 我的作战都往大干 阿姨怎么不说话呢 咱得跟王师傅讲 奔向未来的一个伟大工程 咱们没有亲身体验 没研究过啥 也没有发言权 我想呢 你要是能遇到贵人了 行 得有朋友跟你拉自己 知道吧 你到现在 你没拉了投资人 你还搞什么科学 现在这轻轨 这鲜浮啥的 在世界上有研究出来的了 不是说你在这块儿 捅过去那好 是啊 我比他还好 这有人给你投资 是啊 那得是 首先得自己把这种信号 发出去 就是需要投资 往别人撑得来 不然有人想要投资 他不知道 完了 合作商来了 这是昨年大爷的手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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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您好合作的 新的中心客服 今天是您在我行 申请了一级信用贷款 您现在还有最近需求吗 这不是给你那喊 他那贷款 你还能贷款 不是 他推销他的贷款 往我这个推销 你可别上当 现在是骗子太多了 你看他 前天那个套路袋 你看看那女儿整多少 但是在 喂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您好 今天是贷款的客服 经历有看到 你在公司服务这一块 我们公司为了提供客服服务 现在做了一些 天下免费活动活动 请问您的手机号可以搜索到您的微信吧 正在相亲的 我来一会儿咱们再说 你要加入微信就加吧 好了 对不起 我关机了 相亲过程中不断有电话打来 内容都和资金有关 可见这也是之前王兴亚一直关注的领域 那么在旁边听了半天的杨云平 现在心里是咋想的呢 他这就是幻想 一个人有幻想挺好 您觉得他有这想法还挺好 挺好 幻想 就蹦蹦跚跚一天 找投掷人 这是他的幻想 啥是他幻不动呢 他也得修 咱们今天这闹就是说呢 我俩能不能合拍 能不能混到一块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给咱俩唠这个 对于你搞什么科研呢 我不想参与 你找老伴 是笨子哪方面 我要找老伴就是结个伴 因为我家孩子呢 都不需要我啥 我每月退休金呢 两千八 今年长完了也就算这块钱 我呢没啥负担 农村还有个房子 跟我过呢 那我就是全面管理 他就把话就说透露的 你别有犹豫别啥 我这人就看不见啥 该咋就咋地是不是啊 想过咱俩混 是不是啊 也就混个十年二十年 因为我这人一辈子 霸道国里教 我们家所有挣出来的钱 每一分钱都有我手里花的 就这个意思 你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啊 咱们那有啥话就说明班的 整量汤的是不是啊 有些事情呢 就是你呢 该咋说咋说的 你研究科学 你研究啥 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哎呦 这家全是真线活还不错呢 头是酷水的 你看这衣服大袖头的 穿带都蛮太滩的 你还说什么 你看那菜板 菜到我那电视里看着 太满 我那连你的厕所都不如 太惭愧了 你不熟悉 你一生天就幻想 找个伴度过晚年 完事了 我这人就这样 保证吃吃喝是喝 穿带不像回事 不能整这一处理 谁呀 找老婆 要你笑话 这样 两位要同意的话 那个叔叔是到您家这来住 是不是啊 那肯定是 他那法子能住吗 他老六楼 上去趟就不乐下来 我这一整滋儿家上来 整滋儿家下来 你说你吃啥子 我说没有 你说你吃元宵 现在咱就住 我说你要觉得说不行 我还想我那啥 那不可能 我不同意找你那事 就是说啥呢 你能不能 你从一个一辈子单身 你得找个老伴 能不能说 享受了这种约束 如果说实话 是不是啊 给你考虑世界 杨云平的性格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那真是为人霸道 冷眼旁观之后 不仅把话题 拽回到了相亲生 对于以后 俩人到一起了 该怎么相处 也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那么杨大姐这话 已经说明白了 看看王兴亚 是怎么答复吧 他说基本我都同意 公司上缴 我就说基本同意 就这么说 只要你不动 现有的生活费用各方面 你去拉来什么投资商 我不管 你拉来投资商 我支持你 保证每天出门 你打个精神 你到你公司去 但是说 从现有的资产里头 我还整个 我五月份就回去 前后园子一送 包米切个辣椒 这些菜豆角啥子一送 他愿意干 他锻炼身体 我这一撒牙 我干活不费劲 我躺着没事 我看电视 那啥我还心怒 我说我要有条件 我非办一个大的养殖场 一看他们养业板 我说我得超过他 这人不就都是 但你现实不了的话 你就是幻想 都得有 那我都问你 办完养 办完大型养殖场之后呢 那就是搞养殖业了 再往后呢 那没啥可往后呢 你除了你这些养殖东西 你在天上体像以外 你没啥可以后以后的 你就只能养殖奔最大 就完事了 就这一道 我是夏天回米沙 东西回我这个楼 那太好了 他说上米沙子 那我愿意去 多少跟你上米沙子看看 讲 没问题 我再说是刚才你接你的说吧 对 你有一条你提到说 要像米沙子养殖 这个在我心目中呢 这个我是那个赞成的 这就属于说 我要开办公司中的 一个起步 就搞开业是比较远一点的 这个梦想 这个高养殖呢 就是说马上实现的一梦想 对 我弄个几万块钱 我瞎眼瞎我就整了 我就这么意思你知道吧 这就是那啥 像有一首歌就是 路在哪里 路在脚下 敢问那叫 那歌叫敢问路在何方 对 那我就唱一句吧 行不行 来一下行不行 好 你中午有豪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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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热情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路在哪里 路在脚下 啊 路 在脑内里 脑内想的哪 就 找的哪 行 行 还好 这个人不能唱太激动 嗯 你挑着他 我牵着马 啊 你这么说 温春我下唱 也大意思 高一般人还没下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俩一起来一下 就别了吗 我想他太高音 他的高音太激动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他这个梦想没实现 就是太激动了 嗯 这有情绪 该那个该唱就得唱 嗯 很激动 因为我想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嗯 这现在他的等于就是我又上了一个大平台 嗯 更低于公司的成立 更低于我这个 包括这些想法 这个 嗯 这些发明 付读事实 杨云平支持自己的梦想啊 这是最让王兴亚高兴的地方 而杨云平喜欢高养殖 似乎也让他看到了新的方向 高歌一举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之后 今天的乡亲能不能成功 也该接敌了 完了我就这么个条件 嗯 你同意呢 咱俩就往下 嗯 别再路来脚下 是吧 路在前方 路在前方 我现在就表现我 我愿意改变我 愿意改变我自己 真是 反正你跟我混的 我不能亏了你 嗯 你放心 能看出我这人 我这人是好脸的 嗯 你跟我混的玩 你也能拿你当事 他绝对不说是瞧不起你 给你脸那是不可能的 你能看出我在家 我是压岔的 嗯 当然我就 就属于呢 就踩着踩着这个高条件 从高条件再往上走 我这等于说 一步跨了一个大台阶 嗯 所以我讲的说这个挺好 嗯 当然我这个公司呢 还是照样成立 照样有关 跟你混上飞着的时候 借你那光的那哈呢 是不是 你看 怎么样 现在这不就是 跟他俘虏了吧 有这种可能了吧 那是 董立唱的长相依 你会吗 那你教我 哈哈哈哈 你说我俩 长相依 为何又把我抛弃 你可知道 我心里 心里到底有了你 不上这个 不上这个 我不上这个 我不喜欢 哪不喜欢呢 长相依还不喜欢 不喜欢出现的场景 这是个离的这个 那是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没说 我都没有 妹妹说 串头 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 先生的荡悠悠 荡悠悠 你拐就拐了 我同意 接受 好 好 那我要恭喜二位了 大伙看着吗 两个年纪古稀的人 一谈到各自的理想 那真是滔滔不绝 相当兴奋的 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 只要心中有理想 那他对待生活 肯定是充满了热爱和希望 特别是到了六七十岁 有些大哥大姐 就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对社会没有价值了 有很多事情呢 就得过且过了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的 价值呢 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它不分年龄和阶段 只有你不放弃自己 不放弃追求目标 你永远都是最棒的那一个 就像我们的 杨大姐和王大哥这样 最终呢 两个人呢 也如愿地相亲成功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 祝福他们吧 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他曾是一个宠妻达人 对前妻的爱无微不至 挺聪明的 几乎是我还是有空 我带家住 就是一般活啥就不用他干了 他干不了活 他就大爱子就可以了 病魔来袭他全力反击 可最终妻子还是扎手人寰 当爱已成往事 他会以怎样的心态 开始新的生活 一直在想 哭哭 再一次不容易 向里相亲 下期播出 他曾是一个宠妻达人 对前妻的爱无微不至 病魔来袭他全力反击 可最终妻子还是扎手人寰 我就是想在卖房子 能把救回来 就是把死里救 当爱已成往事 他会以怎样的心态 开始新的生活 一直在想 哭哭 再一次不容易 向里相亲 下期播出